接著就要告訴你電流怎麼算 怎麼來的 什麼叫電流的大小 怎麼定義的 所謂的電流 或者電流強度就是指 單位時間一秒鐘 通過某一個截面機的電量有多少 單位叫做安培 公式寫出I等於T分之Q T叫做時間 單位是秒 Q叫做電量 單位是庫輪 出來的叫做電流 或者說電流強度I 單位叫做安培 所以一秒鐘通過一庫輪 叫做一安培 一秒鐘通過一庫輪 叫一安培 這一題等一下會做練習 學測考過 就代用公式 代用公式考過 一秒鐘通過一庫輪 叫做一安培 如果只給你直接告訴你幾庫輪 就比較簡單 一秒鐘三庫輪就三安培 比較囉嗦就是像學測考過的 我不告訴你我通過幾庫輪 我告訴你通過幾個電子 那你就要從幾個電子算出幾庫輪 等一下就會有練習 OK I等於幾分之Q 這個公式考過 請背下來 單位時間之內通過某面積的電量 稱之為它的電流或者電流強度 單位叫做安培 I等於幾分之Q 一秒鐘一庫輪叫做一安培 I叫毫安培 我們講過M叫毫 毫就千分之一 所以一安培等於一千毫安培 因為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通常電流都不大 所以我們都會毫安培來算 一百毫安培 五百毫安培來算 OK 所以了解一下 可以看到毫安培 好 好 這個我們古時候問過 不是 就教過嘛 實用單位是誰 實用單位是誰 我們教過兩個單位對不對 一個叫庫輪 一個叫做電子電量對不對 請問你 誰是實用單位 庫輪 有沒有 電子電量叫做基本電荷基本單位 因為原則上所有東西的帶電量 都是電量什麼貝 什麼貝 我教了兩個字 什麼貝 我記得喔 都是得失電子 得一個吃一個 得三個吃三個 所帶電的 所以帶電量都是電量什麼貝 乘數貝 電量用什麼話 一 對不對 一 來 我要你背 你有背嗎 一個一幾庫輪呢 我說你 雖然考試通常會給 但是我說你最好給我背下來 請問你 那幾庫輪呢 11 11 11號 11號 965 965零一庫輪 太大 要一墨了啦 請坐下 一墨叫做965零一庫輪 一個只有多少 1.6乘以12 -19次嗎 那一庫輪等於多少的電量 也說你最好能夠背的啊 再一個叫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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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乘以10的18 請坐下 6.25乘以10的18次嗎 我講過了 雖然考試通常會給 但是你最好給我背下來 背 OK 來 就是類似學測題的考法 一分鐘 通過這麼多個電子 請問幾庫輪 公式叫做 I等於1分之Q Q Q要用秒 Q要用庫輪 OK 但給的是電子 它怎麼變成庫輪 停車站接混 這樣子是多少安培咧 這樣子是多少安培咧 蛤 大哥 這樣子是多少安培咧 I公式就是I等於T分QQ 這個出法就類似學測的出法 類似學測的出法 它是多少咧 大哥 停車站接混 可愛的 3號 3號 你說啥 0.8 0.8 請坐下 你答案叫做0.8 I等於T分之Q 下面要放時間 時間要秒 1分鐘60秒 要有多少庫輪 一個電子量1.6乘以10的-19 這麼多個乘上去 就有這麼多庫輪 所以算出來有60秒48庫輪 所以算出來是0.8安培 OK 這就是學測考過的類似題 問你多少安培 帶來的公式叫做I等於T分之Q 所以你心裡配好 T叫做時間秒 Q叫做電量庫輪 出來單位I 大概叫做安培 1秒充 1庫輪叫做1安培 OK 就跟各位介紹 我們電流的公式 公式計算的方法 OK